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科学新知又和大家见面 今个星期又是我一个看守党 台长很快就会下个星期 和大家一起在科学新知的节目见面 也值得留意的就是 现在是10月初 其实在这一集之后的下一个星期 正正就是诺贝尔奖一年一度 又是颁奖的时刻 所以在下个星期那一集 应该如无以外 我们会和大家去报道 最新鲜热热热的 这个诺贝尔奖的消息 这个星期都有一些 发现性的一些 新闻去和大家分享 譬如说回最近香港这几天经常讨论的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去看这些无人机表演 无论你说在香港还是在其他地方 在今时今日来说运用到科技来做很多视觉效果 你会发觉已经是非常容易做到的 无人机的技术不要只是在纯粹娱乐表演上 现在很不幸,在军事层面上 你都看到非常多这些无人机的使用 刚刚在过去那几天大家可能都会留意到 新闻可能大家已经说到意见了 就是说香港在假期期间的无人机表演 就是一而再再而三被取消了 令到观众很失望 而同时间香港以外的地方 譬如说在深圳那些无人机表演 基本上就是继续进行 所以就有很多的评论 说得不好听些了 突然间个个都变成了这些物理学专家 在分析什么叫电力层闪削 还有为什么香港不行,第二个地方可以 我说得在科学生之中 当然是希望有些其他 大家没有什么提及的消息和大家分享 大家留意一下我们这一节的标题 我都会这么说的了 我就直接主张 其实在香港甚至乎整个中国华南地方 基本上是不适宜在4月和10月期间 就是这样的时间 就不太适合在黄昏时间 搞这些无人机表演 其实我就主张甚至乎不要搞 因为风险很大 或者这么说 应该说 如果你在没有一个后备的方案之下 你想去乖乖地在某一个8点至9点钟 然后在大约9月尾10月头的时间 乖乖地做得到无人机表演 可以毫无风险 我就想告诉大家 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 不如索性不要搞 其实也是一个选择 为什么呢 当然就有些科学的事情 跟大家说 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这个图 就是所谓的电离层闪射的现象 中间你看到又黄又橙的部分 你就看到就像一个电离层的图像 我们的电离层 其实就是大气里面 比较外围的一层 最底的对流层 就是我们一般的天气现象 由这个地下 就是海拔0至到大约10公里左右 就是那个对流层 然后上到十多公里 至到七八十公里 就是平流层 一般飞机飞在平流层 比较底下的位置 而越往外越上 就是上到电离层的位置 叫做电离层是有原因的 因为当我们地球的大气 不停地受太阳的辐射去照射的时候 令到外围的大气 你可以想像就是煲得很滚 煲得很热 它不停地有光 去打到空气分子里 令到空气分子非常热 热的地步 它们的电子就会很容易 脱离了原本的原子 所以在地球大气最外围的那层 就处于一个等离子体的状态 那一层等离子体 其实就是电离层 当然 越是深入到靠近地面的话 因为太阳的射线要穿过更加厚的空气 外面那一层很容易就电离了 内面那一层相对的电离程度又会少些 所以主要的电离就在外面那层发生 所以为什么 就是因为有太阳照射的关系 那么我们的地球最外围的那层大气 就会处于一个电离的状态 一个离子化的状态 所以有一层叫做电离层 电离层就很特别的 因为它的电离特性 就令到它对于电磁波的反应 是会和其他的层是有不同的 那么现在画面上的图里 你就会看到 如果我们有一个在电离层以外 整个大气层以外的一些人造卫星 譬如说那些GPS定位那些的卫星 都是在这个电离层以外的了 那么我们的国际太空站 去到400公里高 那么基本上都是在电离层 你可以电离层一个很高很高 就是差不多你可以说 都叫做太空这样的位置 那么一定就是 比起传统上 由80多公里一路延绵到几百公里 那个电离层 那么我们很多人造卫星 就一定是处身在比较外围的位置 那么你外围的人造卫星 想和地面做通讯 那么那个讯号就会 需要穿过这个电离层 而电离层本身 它不是对于 所有的电磁波都这么透明的 它可以对于电磁波构成一些干扰 如果它乖乖地一阵 没有什么变成厚薄很均匀 没有什么古怪情况发生的时候 那么它就都会让你去通过 而且不会对你构成太大的干扰 但是如果里面有很多的大大小小的起伏 甚至乎是一些不稳定的状态 比如说 如果你一个水 你打了很多空气 那么那个水 你忽然之间觉得它混熟了 它混熟的原因 不是因为里面有什么杂质 而是里面可能你打了很多起泡 令到你的光线穿过的时候 都受到很大的干扰 于是乎你就会看到 看到一些东西就蒙茶茶 甚至乎可以说 我会打过这样的比喻 现在你在新闻所说的 所谓的电磁层闪烁 很多时候电磁层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泡泡 那些泡泡可能是有些地方厚薄了 有些地方就是电磁多了少了 都是一个处于一个电磁层很不均匀的状态 如果在水里面有很多泡泡 都令到你看水底看得不清楚的话 甚至令你怀疑水底的清晰程度的话 那现在这个电磁层闪烁的现象 其实就好像这些打了很多气的 一些水的情况 就是突然之间就蒙茶茶了 它就是对于电磁波讯号 尤其是这些人造卫星传来的电波讯号 它就会觉得电磁层好像很不透明 很多蒙茶茶的东西 令到它的信号打下去的时候 就支离破碎了 你可以想像如果电磁层是稳定的状态 就好像一个水面波平如镜的状态 有些东西就可能折射少少 它就散射了少少 里面一多这些不稳定的降落起伏 就好像一个水里面 多了很多气泡突然之间 走来走去的时候 就变成对于那些相片 穿过去的信号 就变得不够透明了 所以电磁层闪烁 就令到那些人造卫星 包括GPS信号和在我们观察中 去表演的那些无人机的信号 受到干扰的时候 令到掌握的位置就不稳定 就有机会出现撞击的情况 所以大家看新闻就看到了 怎样解释 因为有电磁层闪烁的现象 令到大家觉得有安全考虑 令到表演没办法顺利完成 所以就要取消 所以甚至乎深圳的话 它是需要等待 等到电磁层闪烁的现象 是稳定下来的时候 才继续去表演 好了 很多时候要等这些 电磁层闪烁的现象 其实是很难等的 天有不测之风云 对不对 所以你看新闻 那些不可抗力的因素 问题就要问 这些不可抗力的因素 我们怎样尽量去避免 什么时间是最好 什么时间是最不好 什么季节好 什么季节不好 大家都听过 新闻所说 又说败到太阳风暴 其实是关系的 因为你有太阳风暴的时候 它就会更加多 除了太阳光以外 更加多其他的带电粒子流 是打到地球那里 他们是有份参与干扰到电磁层的 对于电磁层 什么时候有起落 其实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但根据地球物理的知识 我们是知道有少少的 在太阳的风暴强烈的时候 我们很明显地球的大气 又会受到影响 一般来说 如果太阳风暴直接打到人造卫星 就会影响它的电子元件 但是就算打到地球那里的时候 它令到整个电磁层的分布 都会无风起浪 就会有很多干扰 而那些干扰是对我们的通讯 亦有影响的 所以有一些 你可以说是不可抗力的原因 太阳的活动有多强有多弱 我们控制不了 问题就是我们去避免 尽量选择在小受到太阳风暴 甚至少受到电磁层闪射的干扰之下 我们就去做一些受GPS控制的 无人机表演 就会安全一些 好了 有一些资讯要和大家分享 我的标题就说了 在4月1日前后 和10月1日前后 其实在香港 甚至在中国华南的黄昏 在太阳下山之后的时间 其实都很不适合 去做这些无人机表演 因为电磁层闪射会特别厉害 在这里要解释 为什么呢 大家可能看新闻都看到 我们就说 电磁层闪射这个现象 在中华道的地方 就不太严重 反而在高华道和低华道的地方 的情况会更严重 说实际一点 如果去到北极圈 那些很容易看到极光的地方 这些地方 就会是电磁层闪射的现象 和极光的现象 都会特别严重 有太阳风暴的时候 就更加厉害 所以 无论在去年和今年 你看到一旦有太阳风暴 那些太阳活动 是这两年特别活跃的 一旦有太阳风暴的时候 有一些 可能在英国的朋友 你会发现很容易看到北极光 甚至在美国也是 不用特意去到加拿大 美国也会看到 太阳风暴的时候 这些高华道的地方 你会容易看到极光 其实也意味着 连带着电磁层受到干扰 那些电磁层闪射的现象 在那些高的位置 都是严重的 但是如果去到一些 比较降低一点 从亚热带到温带的地方 就是位度 可能在30多40多的地方 相对电磁层闪射的现象 就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你问我 有哪些地方 其实就没有那么容易受干扰 那你可能北京 天津 上海这些地方 你搞这些无人机表现 相对就比较有条件 就是电磁层闪射的现象 的机率就会少一点 但是你到台湾、香港、整个华南地方 甚至到尺度、新加坡这些地方 电磁层闪射的现象 又会变得很麻烦 那这件事 你不能解释 粗略地理解 你也可以说是因为太阳 直接的照射 有一个关系 另外就是带电粒子流 因为地球磁场的关系 特别容易帮你带到南北極 所以南北極受到带电粒子流的影响 那个电磁层的起伏 又会严重一点 详细说 如果说到尺度 为何特别多 这些又要关乎到气流 那些问题 比较难 大家可以仔细地说 现在画面上看到这个图 你就看到太阳射过来 无论它的光 光线就将半个地球 照到不是黑 另外 它有些带电粒子打到地球 地球磁场 就会把那些带电粒子 撥走了 四两撥千斤 把它推到其他方向 然后其中很多 就由南北磁極 到地球 让你看到极光的现象 原来这里大家要留意 有少少的物理学的知识 要明白 大家可能听过 那些 马达如何去移动 那些原理 你如果有个电流 去通过磁场的时候 接着就会自然有个力去产生 就令到整个线圈去移动 其实正正就是这个 这么基本的原理 就可以帮我们理解到 部份的一些电离层闪射 是如何去形成的 即是电离层如果好地地 外面就均匀一阵圆形 包住里面的对流层和平流层 外面就均匀一阵 最理想的情况就是这样 但实际上不是的 因为亚洋本身有很多带电粒子来 它的带电粒子来到的时候 受到地球磁场影响 又转弯了 然后 然后 你看看哪些地方 受到干扰会更加弱 和弱 最好的就是 你的电离层很均匀 一阵的厚薄不变 但有时 如果你的电离层内 有一些粒子 会受到这些电磁力影响 令到向上跳 于是乎整块东西 就拔起了 有个干扰就跑出来了 它就会在上面弹来弹去 以我们所知道 原来在地球来说 正正就是一些 叫做春分和秋分的这些时分 正正就是三月尾 或者九月尾 甚至乎拉到四月头 这些时候 那些电离层闪射 就特别严重 那这样就需要明白到 那个电磁力 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最强 正正就是在地球磁场 摆的方向 和大电粒子射的方向 整一个直角的时候 构成的直角 构成的越接近直角的时候 正正就是在春分和秋分的时候 那个太阳射过来的大电粒子 和你的磁场的方向 正正就是成了直角 所以就是在春分和秋分前后 那个电离层受到这个电磁力的影响 就会是最强的 所以连带电离层闪射的现象 都会是最强的 所以你说幸运还是不幸运 如果你硬是要在10月1日前后来搞 还要在那些中国华南的地方 反而是华北的地方没事 华南的地方 就是深圳、广东 甚至乎你去到台湾也有关系 然后再落到香港 甚至要再落到东南亚的位置 其实也会受到影响 而且特别是选择日落之后 8点至11点的时间是最严重的 所以你计算一下 如果香港好、深圳好 要在10月1日前后去搞这些表演 你又想是要指定是8点 大家吃完饭 走去呱呱地日落之后 走来看表演 你放烟花旋 OK 你搞这些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很容易受这些因素影响 如果那几年的太阳风暴景 就更加严重 如果不是 你就可以像深圳那样想 你把时间放长一点 你不要只给一个时间 一个小时的时间去等就算了 不行的话 再等晚一点才做 最稳稳的时间 过晚上11点 通常都没问题 这里可以给大家看另外一个图 作为这一节完结前的一个资讯 这个其实是由台湾那边 那个太空气象的部门 去给予一些资料 其实就看到 那个电离层闪射的指数观测 其实很有趣的 你现在看到 在这个世界地图上 似乎在这个时间 就在中东 印度洋位置的那边 那个尺度就特别严重 其实是很看中数的 这一堆这样的红点 即是很活跃的电离层闪射的这些红点 其实就是随着地球由西向东转 它这些东西就由 就是东向西 这样去飘移 如果用这个画面的图 其实这个范围 是会随着地球自转的时间 这些红点 就会慢慢由这个画面的右手边 飘去这个左手边 其实就这么说 正正是代表着这个红点活跃的地方 也代表着这些地方 正正是处身于晚上八九点的状态 而你过了 譬如说 如果你找回这个图里面 东亚这些位置 譬如香港 台湾这些位置 其实它们已经到了深夜 甚至已经是午夜都过了 所以你会发现那些这样的电异层闪烁 那些活跃程度 就会大大降低 所以你看到 如果你真的想坚持 在8点至11点的时候 你就可能整个时间 要慢慢等 但有段时间 干扰就没有那么严重 否则 你只是在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你很多时候 有时候等不到 你迫着就要取消 其实最终的就是 你最好就是 避开这些这样的时节 你就不要在四月一前后 和十月一前后去搞这些事情 你就可能等 其他的季节 那么它的电异层闪烁的程度 都会相对低一点 所以我就会说 这些不可抗力的原因 唯一的方法 就是去规避它 选择一个没有那么活跃的时候 让你受到少一点的干扰 或者在你活动安排的时候 你尽量的弹性 你就要更加大的弹性 不要只限死8点至9点 一定要做到 那天是不会这样就你的 那么在这里 就要简单补充了 就是说坊间 可能就是 什么时节 会比较多的电异层闪烁 什么中数 这样 那我就觉得 就是相对于 华北的其他地方 就是香港和深圳 去面对这些挑战 就是电异层闪烁 去对于那个 无人机表演的挑战 反而是真的 很实际地去大 而这件事是注定了 不能避免的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那我们第二节 还有其他的内容 不过 没有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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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